听见这个太过瘾了 大家好 这里是走哪吃哪的演员探店 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 我们来到大西安的第一站 准备先去吃面 我在晚上找了一家三十年的老面馆 正宗的陕西面我也没吃过 我还是挺期待的 一样油锅提三皂的 对 然后两个肉夹馍 这个必喝的 好喝啊 好喝 冰锅是鲜特色的 你要尝一下的 咱们这边冰 好 谢谢 好 搅拌均匀啊 不用说了 带冰茬子 这个好 这个是从小喝到大的吗 对 就是小时候的冰锋 冰锋说是他们从小喝到大的饮料 我在晚上看咱家是三十年老店 哦 都是老店 三十年的老店 中午排队 咱们这吃肉夹馍加不加辣子 纯肉的 平时不加呗 今天没有加辣子的 你那吃会自己加吗 自己吃也不加 我们这边的肉夹馍都是肚子很碎 他们这些全是大肉块 我以前自己吃肉夹馍都喜欢加辣椒 正宗是把辣椒也不加 都想尝尝 哈哈哈哈 你觉得馅饭挺好吃的 油喝面其实是我最期待的 这个是冰冰面 这个是扫子面 这个是油喝面 这个冰冰面 它就这带点汁 挺贵的 哈哈哈哈 油喝面跟扫子面 吃不出太大区别 就是一个稍微多点汁 一个没有汁 我吃不出太大区别 这个我感觉做法是一样的 然后它放了一点酱 油喝面跟扫子面有什么区别 这是扫子面 这是纯扫 对面没有要求 你们在家用机器面 细面都可以喝 但是我们这个扫子面 就是扫子面用扫子面的 就是这个手上的 这是油的 听话听听 这是真的 当时老板讲的我一头无水 回去我特意查了一下 原来扫子面和扫子面的做法 其实是一样的 它们只是面的区别 就像我们的刀削面 和手感面一样 是面不一样 但是这家的油泼面 和扫子面 都是用的宽的裤腰带面 所以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唯一的区别 可能就是扫子面上面多了一点酱而已 尝尝这个扫子面 扫子面好吃 扫子面里面它这个肉做的特别好 它是卤不来的肉 哈哈哈哈 我在尝尝油泼面 别吃面拌 对 别吃别拌 咱们这个油泼面里边不加蒜吗 不加蒜 我以前吃 我以前吃的时候都 饭都是味道不好 是吗 哈哈哈哈 我以前在日本吃的油泼面 我还挺喜欢吃的 但是它里边放了很多蒜 这边老板说 正宗的油泼面里边不放蒜 蒜都是自己后家 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瓣 呵呵呵 天天这个太过瘾了 市场出来了 今天消费89元 西安有句老话叫生意作变 不如买面 呵呵呵 所以啊 可见他们这边人啊 都在商业 今天就到这吧 拜拜